一群独角兽等上市黄岐帆指责证监会骂后炮图 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 近期随着CDR基金获批及申购独角兽概念再度引发热议 原本定于21日在中共证监会上审核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小米集团 推迟了有关双重上市的CDR发审会日前 重庆市原市长黄岐帆批评证监会CDR新政是马后炮 事后诸葛亮用语之言力极为罕见近日 黄岐帆在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财新传媒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金融发展论坛上 直接批评中共证监会的CDR新政 中国股市不能如美国纳斯达克一样 在创始阶段就敏锐发掘并投资未来极具成长空间的独角兽企业黄岐帆称 投资独角兽最记得就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对那些已经从独角兽成长为恐龙 是值于股价成长潜力 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丧失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最近对一些缺少真正技术含量 没有前瞻性商业模式 却非常善于投机取巧包装的看似独角兽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最近那些打着独角兽的旗子不断宣钱 又不断出现高管跳槽 大股东股权抵押套现 搞庞式骗局的企业去追捧投资 黄岐帆认为中共证监会将小米集团 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这些业已成长为恐龙级别的大企业 列入CDR新证明 但早已失去先机且不加甄别 盲目推动境内上市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隐患 有政坛部导翁 支撑的黄岐帆是备受争议性的人物 他于2001年开始任重庆市副市长 2009年升任市长 2016年底黄岐帆现任重庆市市长职务 在这十年多时间里 他先后经历贺国强 黄震东 汪洋 薄熙来 张德江 孙政才等六个重庆市委书记 这些中共市委书记被认为风格各异 而且政见也各不相同 黄岐帆均能应付自如 被视为奇迹重庆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于今年1月25日开幕时 现年66岁的黄岐帆已新任重庆政协委员身份 亮相消息人士表示 黄岐帆返回重庆等待退休 或是其最后归宿香港明报称 是因为曾有人告知 其近平黄岐帆难在金融领域担大任 近期由于中国股市连续暴跌 中共证券监管部门一广受批评指证监 会匆忙推出的CDR新政方案设计上上存漏洞 不够成熟 2018年两会前后中共证监会 加速了CDR改革方案的出台工作 被列入这一名单的除了小米还有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等几十个中国著名独角兽企业 原本定于6月19日上会审核的小米集团 推迟了CDR发审会 小米官方微博6月19日称 经反复慎重研究 决定先在香港上市再则基金内上市值 得注意的是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 也在不久前提示风险创新企业存在投入大 风险高 亦被颠覆等特点加之A股 历来有炒作新股 炒作题材的情形 创新企业上市初期可能会有被炒高之后 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风险 炒作品材的情形